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东时间 星期天接受媒体专访 再次强调武汉肺炎病毒起源就是中国 蓬佩奥表示美国已经掌握大量勤资 证明新型冠状病毒就来自武汉实验室 而主播再追问引发争议的病毒人造说 蓬佩奥虽然没有正面回应 但也没有否认 除了追究病毒的起源 美国国务安全部的报告显示 中国早就了解疫情的严重性 因此从1月就开始囤积大量医疗物资 出口数据显示世界各国从中国进口的防疫物资 在今年2月大幅下滑 手术幅更是减少了超过七成 可见中国刻意压低医疗物资的出口量 一边隐匿疫情真相 一边囤积重要的防疫物资 大碗两面手法